尤哈巴赫向前迈出了一步 强大的灵牙马上席卷了整个空间 他的双手亮起一抹淡蓝色的灵子光雾 王月一时间不知道尤哈巴赫是要干啥 他这是要主动攻击吗 还是自己应该手肩冲上去啊 这尤哈巴赫一直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 这千年之中 只有山本元柳斋曾经与他对战过 可山本也早已经阵亡了 于是王月索性提着斩破刀不再考虑那么多 既然无从判断尤哈巴赫要怎么做 那就做好自己得了 他随机定下心举起斩破刀 决定第一集就砍断尤哈巴赫一条手臂 可尤哈巴赫仍旧是一动不动 他眼前中满是冷冽 明显对眼前的王月毫不在意 而随后 尤哈巴赫的灵压突然解放 一阵耀眼的光芒立马从笼子里迸发而出 精灵亭里的战斗暂时告一段落 稀稀利利利的雨滴从天而降 洗刷着这个世界的肮脏与血污 而此时地上一条弯源曲折的红色是格外刺目 他从一阴暗的角落流出 在惨白的地上缓缓流过 一阵奇怪的深吟声从那红色的源头响起 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他躺在一片碎石上 身下流出了数不尽的鲜血 而更让人惊讶的是 他褐红色的皮肤正在被人尽情地瞬息适摇 这个人是在吸食他的血液呀 因为真的是瞬息得太狠了 他才终于伸出手 放在了那吸血之人的头上 仔细一看 这分明就是邦比爱他 至于瞬息他血液的 就是死变态吉塞尔呀 此时邦比爱他颤抖着声音 想阻止吉塞尔 等一下 不要吸那么多血 我还不想死啊 结果这话瞬间惹怒了吉塞尔 他的手立马抓在邦比爱他脸上 然后双手按头 将其狠狠撞下地面 一次一次又一次 吉塞尔是真的疯狂了 他大叫着 你在说什么呀 你已经死了 这事情还要我说几次你才会懂 乖乖给我闭嘴 把血给我 把我的血给我 吉塞尔的举动 终于让邦比爱他没了反应 暗红色的血液 从他的脑部流淌出来 他看上去彻底没了声息 这刺眼的一幕 让吉塞尔突然愣住了 可随后 触碰到邦比爱他 仍旧温热的血液 他突然显得兴奋无比 于是他立马将邦比爱他 紧紧地抱在怀里 小邦比好可爱呀 死掉的样子好可爱呀 我喜欢你 喜欢你 好喜欢死掉的你 他越说越疯狂 最后甚至狂野地 把邦比爱他 压在地上狠狠摩擦 可就在他快要 摩擦出火花的时候 利托托竟然出现了 他看到吉塞尔还活着 就尝出了一口气 没死就好呀 此时的吉塞尔 趴在邦比爱他身上 他灵子古意赫然张开 似乎是身体状态 已经完全恢复 他随即转过头来 看着利托托 告诉他自己 当然不会就这么死了 看着利托托浑身脏兮兮的 他还幸灾漏祸地 问利托托 是不是输掉了 仿佛他赢了一样 和佩佩的恩怨 以及把佩佩吃了的事 说了出来 想到利托托 刚被佩佩那老家伙 摆了一刀 吉塞尔再次显得很兴奋 他之后就询问起 米尼娜和加蒂斯的情况 因此知道了 加蒂斯被一个死神带走 而米尼娜则在解除了 佩佩的操控后不知所踪 利托托觉得 虽然灭雀师阵营比较强 但少了他们的战力 还是会很吃紧 因此最好是把两人找回来 利托托正说着 突然 一柄枪抵在他的脑袋上 他微微回头 就看到罗伯特 张一脸严肃地 用枪指着自己 可利托托没有丝毫拒议 他眼神冰冷地 看着这个老同志 你要干什么 罗伯特 而罗伯特没有直接 回答他的话语 他持枪的手 在雨中颤抖着 声音也显得十分黯然 他喃喃地问利托托 你知道吗 陛下上去了 利托托有点不爽了 有哈巴赫去了凌王宫 他自然是知道的 但是他不知道 罗伯特问这做什么 而且刚刚自己的问题 罗伯特并没有回答呀 此时罗伯特 还是黯然地说着 你知道吗 我们没有被带上去 于是利托托再次回答 那又怎么样啊 我们在这里 一边战斗 一边等着陛下就好了 结果这话 让罗伯特 终于控制不住自己了 他突然情绪失控地 大喊出来 你不懂吗 你不懂吗 我们完了 我们接下来的战斗 被陛下判斗为非必要 星十四骑士团 是为陛下而存在的 陛下厌恶虚假 所以陛下眼中 所有事物都必须有存在的意义 因此被判斗为 非必要的星十四骑士团的 灭阙师们 就会成为陛下 圣别的食粮呀 罗伯特的话语 已经让吉塞尔和利托托惊呆了 他们眼神充满了诧异 两人还没完全搞清楚 罗伯特说的是什么意思 可接下来 一道淡蓝色光柱 突然从天而降 把罗伯特笼罩了起来 在光柱里的罗伯特 整个人迅速地衰老 身上的血液和皮肉 在迅速地消失 他最终变成了一具白骨骷髅 这就是传说中的圣别吗 面前的这一幕 让利托托被吓傻了 眼看着几道蓝光接踵而来 利托托本能的一个飞扑 将吉塞尔显显暗倒 可他随后就发现 自己的灵子翅膀消失不见了 难道 没有直接被光照到 力量也会被夺走吗 利托托咬着牙 陛下到底在搞什么呀 而不理解这一切的 不只有利托托 在静灵城的其他灭绝师 也都被蓝光笼罩 他们感觉到自己的生命 和力量正在流逝 他们想活下去 但是这种抽离感 他们无法控制 那家库府被蓝光笼罩了 巴兹比也被蓝光笼罩了 无数的星十字骑士团的 灭绝师都被笼罩了 此时知道一切的利托托 歇斯底里地朝着天空怒吼 他在质问有哈巴赫 我们到底算什么 凌王宫的那个牢笼里 此刻无数道光柱正直射而来 这些携带着无数星十字骑士团 灭绝师力量的光柱 最终汇集在有哈巴赫的手上 并被他分配给了身后 已经死去的亲卫队 亲卫队成员随即再次站了起来 他们竟然死而复生了 而有哈巴赫此时 好像也听到了利托托的话 他像是在回答利托托问题一样 喃喃地说着 我们是同伴 是彼此帮助的同伴 可做有哈巴赫的同伴 是真的要命啊 他的圣别简直比 放高利贷还恐怖百倍 放高利贷的要钱 他则是要你所有的一切 包括生命和灵魂 精灵亭里 圣别之光笼罩下的灭却师们 都痛苦万分 巴赫比也痛苦地大喊大笑 这样与他对战的恋慈一脸懵逼 自己该不该趁他命要他命啊 耿直的恋慈最终还是询问 巴赫比到底发生了什么 巴赫比没好气地直哼哼 问我 我怎么知道 可随后巴赫比就朝天怒吼 陛下 这就是你的作风吗 这会让一旁的恋慈和路奇亚都震出了 此时精灵亭的另一边 吉塞尔正紧紧地抱着 不知生死的巴比爱他 他一脸病态地不停说着 小巴比 我不会死的 我一定不会死的 一旁的立托托听着吉塞尔的尼南 他感觉自己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 他猛地大喊出声 谁要在这种地方死去啊 他的声音在那一瞬间与巴赫比重叠 没有人想死去 更没有人会想成为别人的粮食 不明不白地死去 此时发生的异变 白灾等死神也都注意到了 看着无数道直冲天际的光柱 他也在沉思着 这些光到底通向哪里 好久没出场的新任总队长 京乐春水 看着从天而降的光束若有所思 他让七旭和冲牙离开了一番队对射 这让两人惊呆了 他们还以为这里即将成为战场 可京乐大树却明白 现在有危险的 是灵王宫啊 目屑四处翻飞 几对白色羽翼突然舒展开来 王月瞪着眼睛已经惊呆了 他在肩膀上 莫名其妙地出现了两个血洞 然后鲜血突然就喷舌而出 他受了重伤 王月很不明白 为什么明明自己已经杀了他们 可历劫巴罗等人却还能突然活过来 哈斯沃德于是好心地告诉王月 这就是圣别 是力的再分配 陛下回收不需要的灭血师的性命与力量 分配给必要的人 被夺走力量的灭血师终会死去 而被赐予力量的灭血师 将获得更加强大的力量而复生 这就是尤哈巴和陛下的力量之一 不是移动灵子 而是移动力量 所以就算是阻挡灵子的生命之术 也防止不了 王月这下似乎是明白了 原来是获得了更强大的力量呀 所以刚才力竭巴罗的力量不能伤害我 而现在他的子弹就能打穿我的身体了 此时力竭巴罗冷傲地更正了王月的说法 他说王月有两件事情搞错了 第一 就是这原本就是他自己的力量 第二 就是贯穿他身体的不是子弹 力竭巴罗话音未落 便举枪朝着王月又射出一击 随即一只船桨和一根大饭勺 立马挡在了王月身前 原来是麒麟四和同生大妈 试图保护王月 可力竭巴罗见此情景没有丝毫慌乱 他告诉几人 不管有几道墙 都阻挡不了他的子弹 随后烟雾散尽 麒麟四和同生大妈就呆住了 两人发现 自己的饭勺和船桨上 都出现了一个孔洞 那子弹已然贯穿了王月的身体 力竭巴罗告诉错愕的零番对冲人 自己的力量被称为万物贯穿 和目标之间的物体 都会平等地被射穿 自己的枪里其实没有子弹 力竭巴罗随即傲然地 请求麒麟四等人 你们可以战成一列吗 让我一发干掉你们呀 一只没说话的佩妮达突然行动了 一时间十分粗壮的生命之术树干 全都开始扭曲 很快 在笼子侧面破开了一个缺口 在远处观战的河上 突然眼前一花 就看到一件血红色的斗篷 从中一闪而出 尤哈巴赫十分友好的问河上 可以让我通过吗 兵主不依兵卫 和尚愣了一下就笑了 喊我名字喊得真随性啊 等回头你喉咙烧毁 我可不管哦 和尚随即默默站了起来 挡在了尤哈巴赫面前 京乐春水蹦蹦跳跳 来到了千疮百口的战场 感慨着这里被破坏的不成样子 好在这都是无形帝国的建筑 因此把敌人打跑后 说不定会恢复成原来静灵艇的样子 京乐大叔的多愁善感 让浮诛不解 被破坏的建筑物 就算是静灵田的又有什么关系 重新修好就可以了呀 浮诛随即看着天空诡异的颜色 问京乐 你让他们入侵灵王宫了吗 京乐有些惊讶 这些日子浮诛可是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呀 浮诛于是告诉京乐 是神卦遇见了这件事的发生 神卦似乎成功了 此时浮诛身后的影子 看起来异常诡异 也不知道这些日子 他到底干了些什么 京乐看到这一幕有些宽慰 似乎是觉得一直病炎炎的浮诛 终于也可以勉强一些自己了 这让浮诛觉得京乐有点好笑 怎么突然一副医生的口吻了 京乐随即挥一挥手准备离开 他准备去中央四十六市 在凌王宫里 和尚正在忙忙碌碌地画着什么 他拿着大毛笔 在一个地方画下一条线 又蹦蹦跳跳地跑去 另一个地方画了一条线 忙完了 他就对有哈巴赫说 在这两条线之间 我就会打倒你 有哈巴赫看了看地上的线 又看了看和尚 不前你就会死的 兵主不 医兵卫 和尚这时也没回头 只是默默地挥笔 在空中画了一个封字 似乎有了这个封印 谁也无法通过面前的路 而和尚写完封字后 终于回怼有哈巴赫 我已经说过了 不要喊我名字 喊得那么随意 一只大手随即突然出现 他席卷着惊涛骇浪般的灵压 向有哈巴赫袭来 有哈巴赫惊骇不已 他随后就被这 势不可挡的大巴掌 一掌拍了出去 和尚这招叫千里通天掌 无论击中什么东西 都会不分青红皂白地 打飞到千里之外 仿佛周继伦的那首歌一样 此时被拍飞的 有哈巴赫似乎想说什么 但他突然发现 自己竟然已经 发不出声音了 和尚这时笑眯眯地 告诉有哈巴赫 你看 我不是说了吗 喉咙烧毁我可不管呀 从千里之外回来时 记得好好反省吧 于是在和尚的大巴掌下 有哈巴赫有如炮弹一样 裹着进风急射而出 他想说话却发不出声音 随即让人震惊的 一幕就出现了 有哈巴赫竟然出手 抠破了自己的喉咙 他怒吼着 我赐予我自己声音 然后更是大喊一声 大圣弓 一张巨大的灵子弓 挟着六支灵子剑 横空出世 六支灵子剑齐齐射出 一支射在了 有哈巴赫自己的身体上 其余的 更是直奔和尚而来 和尚看着面前的一幕 都惊呆了 他随后就发现 有哈巴赫就这样 把自己射了回来 而自己的后背 竟然也因此受了轻伤 和尚已经怒急了 竟朝自己的身体 射出弓箭一归来 真是可怕的家伙 杀了你吧 此时和尚的双眼纯白 看起来异常诡异 我是黑白 下期见